你别说给你套房 就是说在危难之中 把命给你都可以 要说老年相亲有多逗 大妈相亲想要房 大爷直接放狠话 别说要房子了 必要是连命都能搭进去 那俩人能否来场 轰轰烈烈的黄昏恋呢 今天来相亲的 是这位62岁的去大爷 每个月挣个万八千的 单看工资数是没毛病 但没房子这点 却让大妈们 蠢蠢欲动的心凉了一大半 但人家大爷的手是真的巧 屋里的家具都是自己做的 家里大多数都是自己打的 都是自己打 没有买的 为了借乡亲的大妈 大爷也是费了不少功夫 光衣服都挑了好几件 毕竟人靠义马靠完 大爷单身生活了十几年 但这丝毫不影响 大爷那乐观的心态 这时候在60多岁 大爷心态是30多岁 超多这30岁的壮小伙 虽然房子是租的 但这丝毫不影响 大爷完美的收拾 你长得破 像个窝石形 哎呀像个窝石 那样是不行 所以说你不管谁的房子 拿大爷自己的房子来处理 能碰到大爷这样的主客 房东都不知道在哪嘎 他偷着乐呢 虽然说不太豪华 但是温馨就行了 如此着爱生活的大爷 想找个啥样的老伴呢 能有共同语言 共同爱好 共同性格 这是我应可的 我什么都可以付出 只要大妈是喜欢的类型 自己宁愿上刀山下火海 再说不死 姑娘看到大爷那股子冲劲 也是赶紧给大爷找了一位50岁的许大妈 大妈觉得空走来太不像话了 还特意买了点水果 一进大爷的家门就对环境产生了好感 一楼挺方便哈 是不是啊 大妈可能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俩人刚见面对彼此的印象都还不赖 你也印象不错 他一个也比较直爽的人 他人挺好 说话呢 虽然俩人是第一次见面 但大妈上来就和大爷聊起了自己以前的感情 两个好闹的人走到一起 丝毫不给红脚插嘴的机会 俩人发现越聊越能聊到一起 便开始进一步的了解 首先就是问到了大爷最担心的问题 那你这个房子是租的 租的 租的房子 那你自己都没房子 真是怕啥来啥 大妈这洞察能力还挺强 一句话直接集中要犯了 没房子只玩 你着多住房子怎么办 大爷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步 手里的对车早就准备好了 你现在买也行 不是不行 我也有很多后果去用 你那些都是害怕 这房子不经常再找的话 怕给女方吗 大爷现在不买房 也是有了不少原因 大妈就觉得大爷不买 是怕后边会分割自己的财产 面对大妈的质疑 大爷会怎样面对呢 这就是啥 兔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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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兔 不是说为了我自己的信物 你不得手段那就行 大爷这小嘴跟抹了蜜似的 面对如此强烈的躺一炮弹 想起你大妈能否招架得住呢 俩人想起港姐面 对彼此的印象还不错 随后开始进行深入探讨 当大妈知道了 大爷一直在住房住的时候 从这次开始便发生了改变 虽然大爷每个月万八千里挣着 但没房子是硬伤啊 何况又一大把年纪了 大爷对大妈的质疑 也做出了有力的回答 如果说 脸是这种道德 你别说给你跳 就是说在危难这种 把命给你 你看大爷这拼命的镜头 要是放在之前或许还能耗死 现在大爷你这方式有点落后了 别说大妈了 小姑娘都不带看你这个的 物质保障是基础啊 大妈对大爷没房子这一点 十分在意 童娘也是想着往回拉一拉 面对大妈一连串的拒绝 大爷也只能呵呵一笑 人家大妈想要的 也只是一个有保障的晚年 那绝对不行 住房子不行 我跟爹有房子 他踏实在跟我来在一起过 你住房你哪天他就要跑了 我上去找你 大妈能有这样的想法 想必也是被伤得透透的了 那这年龄呢 谁还在想 第四婚第五婚呢 不想了 那多伤心呢 这都伤透透的了 怪就怪的大爷竟然理解 大妈的想法 这也不难怪 毕竟大爷是有实力买的 但为了帮儿子还钱 自己把买房的钱都给了儿子 成全了儿子丢掉了幸福 这就是啥子 不如说别人的 不是说为了我自己的幸福 不得手段就行 你看看大爷这小嘴甜的 差点就把大妈给填化了 可惜大妈还有点理智 没被大爷给忽悠了 他人心眼特别好 这住房子就得不行 他有妈那边他就过不去 原来物质保障是不分年个段的 俩人的相机也就告一段落了 大爷这执扭劲一发作 那是谁都拉不回来的 大爷打算的可是一辈子住房住 这边又给红娘增加了难度嘛 无奈挣的就是这碗饭 只能打碎牙咽肚子 巧的是还真找到了一位50岁的大妈 原本以为大妈是为了乡亲才染的头呢 戏们才知道这是为了自己的事 也并不是爱情 俩人刚见面差点没给大爷下跪 大妈也是急忙解释 现在在学讲的话 然后我这个头发推测 啊无所谓 不介意不介意 太非主流了 要不说还是大叔头发短建制厂 刚才还差点下跪 现在又张嘴闭嘴说着无所谓 俩人的碰撞能否插出爱的火花呢 我们两个都是有生存能力的人 所以说你租房的也好 你怎么也好 那你都没关系的呀 反正两个人都能自己都能活 变到一块不更能活了吧 活的如此通透的大妈你见过吗 一不透明二不透立 俩人的相机能够顺利呢 50岁的大妈顶着非主流的头发来找大爷 俩人刚见面差点给大爷吓坏 虽然嘴上说着无所谓 实际内心慌得一痞 大妈对大爷的印象还不错 真的很好 然后应该和我也聊得来 大爷的客套话也是张口就来 完美也不能要求你也太完美对吧 既然印象都还不错 就决定再往下闹闹 大爷经历了上次失败的教训 在这也是直接说出了 自己租房子的事实 大妈会拍拍屁股走人吗 我这个房子堵的 好像谁定 我这个我不说实话 大妈活得比较通透 所以看得比较凯 见大爷一上来就交代自己的经济 大妈觉得这完全没必要 还没有收到那种 对 然后而且就算说是你告诉我了 假如在那没缘分 你不是该告诉我吗 那无所谓 就让先聊天 大妈这话说的敞亮啊 紧接着又说出了自己对房子的看法 我们两个都是有生存能力的人 所以说你租房也好 你怎么也好 那都没关系怎么样 反正两个人都能自己跟他活 进到一块不更能活的吗 大妈这价值观是真的不错 这话直接说到大家的心里去了 只要没有不良嗜好 房子那都是小事儿 大妈小课堂正式开课了 如果想继续往下听 记得点个关注哦 大妈的这番话 让大爷那颗提到嗓子眼的心 终于落了下来 大妈随即冲着大爷 又说出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我特别想找一个就是很爱我的那种人 就是现在已经太软了 没有人的机会 那不玩 悲观的大妈碰到乐观的大爷 这不撞对眼了吗 大爷直接化身为感情导师 没人爱你我爱你 你说说还能有爱情呢吗 咱们有呢 50岁还可以谈恋的吗 那咱不可以 方方便便都可以 大爷一直在暗示大妈 你要的爱情就摆在你眼前 远瞻天面近在眼前呢 我就想鼓励鼓励 不管以后怎么着结果如何 把这过程走好 大爷觉得不管以后能否走到一起 先把大妈的心态搞好才是主要的 差点哭了 我觉得哎呦很感动 大妈这只相亲不可以啊 随后两人聊到对未来生活的规划 在这块两人能否达成一致呢 退休了之后 然后养小鸡 养鸭子 多好啊 大爷对大妈的想法不是很赞同 你没养呢 你养到夏天凑几几天擦上闻呢 那好好的 谁能说不 我可喜欢小动物了 大妈想要农村的田园生活 大爷却不想再回农村 俩人在这块意见不同 大妈觉得可以往下解除解除 到时候可以为大爷做出改变 但大爷却嫌大妈太瘦了 不想再和大妈解除 看来刚见面的时候 大妈非主流的发型 给大家整出了不小的阴眼 俩人的相信也就告一段落了 最终我们也希望大爷大妈 能够早日找到彼此想要的另一半 老年相近不仅给我们带来了快乐 同样也提醒我们要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 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记得点个关注哦 咱们下期接着咯 咱们下期接着咯